达尔文 1809年2月12日 达尔文出生在英国 他的祖父是一位医生、诗人和动物学家 他的父亲是当地一位很有名的医生 他们家门前有一个很大的花园 花园里果树成行、鲜花盛开 十分惹人喜爱 达尔文的妈妈喜欢种花 夏天的夜晚 达尔文常常跟妈妈在一起 专心听妈妈讲述种花的知识 有一次 达尔文看到花园里的玫瑰花开了 就伸手去摘 哪知道花没摘到 手倒被刺破了 他赶快去找妈妈 妈妈一边给他挑手上的刺 一边对他说 玫瑰花是好看 不过有刺 一不小心就会被他刺伤 以后你不要再去摘它了 接着 妈妈又给达尔文讲了许多关于花的知识 达尔文听了连连点头 花园里还有很多小鸟和昆虫 达尔文很喜欢这些小生物 他收集了各种各样的标本 有惹人喜爱的鸟蛋 色彩艳丽的大小蝴蝶和各种小甲虫 上小学的时候 达尔文的口袋里 书包里总是装满了各种各样的石头和动植物标本 他不仅爱收集动植物标本 还阅读了许多描写动植物的书 他边看书边做记号 碰到不懂的地方就向人请教 达尔文经过二十多年的刻苦钻研 揭开了物种起源的奥秘 发现了生物进化的规律 写出了一本科学巨著 物种起源 达尔文 1809年2月12日 达尔文出生在英国 他的祖父是一位医生 诗人和动物学家 他的父亲是当地一位很有名的医生 他们家门前有一个很大的花园 花园里果树成行 鲜花盛开 十分惹人喜爱 达尔文的妈妈喜欢种花 夏天的夜晚 达尔文常常跟妈妈在一起 专心听妈妈讲述种花的知识 有一次 达尔文看到花园里的玫瑰花开了 就伸手去摘 哪知道花没摘到 手倒被刺破了 他赶快去找妈妈 妈妈一边给他挑手上的刺 一边对他说 玫瑰花是好看 不过有刺 一不小心就会被他刺伤 以后你不要再去摘它了 接着 妈妈又给达尔文讲了许多关于花的知识 达尔文听了连连点头 花园里还有很多小鸟和昆虫 达尔文很喜欢这些小生物 他收集了各种各样的标本 有惹人喜爱的鸟蛋 色彩艳丽的大小蝴蝶和各种小甲虫 上小学的时候 达尔文的口袋里 书包里 总是装满了各种各样的石头和动植物标本 他不仅爱收集动植物标本 还阅读了许多描写动植物的书 他边看书边做记号 碰到不懂的地方就向人请教 达尔文经过二十多年的刻苦钻研 揭开了物种起源的奥秘 发现了生物进化的规律 写出了一本科学巨著 物种起源 耳 耳 达尔文 偶耳 耳 偶尔 是 表示 圣 是恩圣 圣开 封圣 圣 圣 惹 惹 日格惹 惹 惹人喜爱 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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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诵 失物 石鞋 失物数 项数 口数 描述 富数 数 百分之室 教数 酱数 湎 还是 虎 科无虎 蝴蝶 虎 蝴蝴蝶 虎 糊涂 蝶 得也蝶 蝴蝶 蝴蝶结 蝶咽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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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蝶咽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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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物,种植,植树,月,月。 阅读,阅览,查阅,苗,摸一熬苗。 描写,描述,描绘,扫描,苗,描写,猫,花猫,圆,圆。 起源,能源,圆头,水源,澳,澳。 奥秘,奥妙,深奥,律,乐育律。 规律 律师 法律 当地 他毕业以后留在了当地 他在当地的饭店工作过 不过 今天的天气不错 不过有些冷 你最近的学习有所进步 不过还要继续努力 这房间不错 不过光线暗了点 这件事我不过跟你说说而已 别放在心上 秋天到北京旅行 再好不过了 生物 这种生物已经灭绝了 有些生物的适应能力很强 阅读 请大家仔细阅读这篇课文 他认识两千多个汉字 已经能阅读书报了 描写 这段话形象地描写了 人物的心理活动 这部电视剧描写了 现代都市青年的生活 钻研 通过刻苦钻研 他终于学会了这门技术 这个问题还需要继续钻研 进化 达尔文发现了生物进化论 如果生物停止进化 就可能被淘汰 规律 我们在学习中要寻找规律 他的生活很有规律 科学 化学是一门自然科学 我们要学好科学文化知识 这个知识点属于社会科学范畴 我们要学会科学种田 哪知道花没摘到 手刀被刺破了 玫瑰花是好看 不过有刺 哪知道花没摘到 手刀被刺破了 提起这件事 我倒想起一个人来了 哪知道 哪知道兔子没抓到 手里的西瓜倒摔破了 玫瑰花是好看 不过有刺 这东西是好 不过太贵了 这房间是不错 不过光线太暗了 今天天气是好 不过有点冷 大卫 你听说过达尔文吗 听说过 他是英国著名的生物学家 写过一本非常有名的科学巨著 是物种起源吗 是 这本书发现了生物进化的规律 生物进化的规律 就是生物发展的一般规律 达尔文真了不起 你知道吗 达尔文从小就喜欢花 草 鸟 虫 还收集它们的标本 这我知道 他上学时 口袋里和书包里 装的都是各种各样的石头和动植物标本 是的 他不仅爱收集动植物标本 还看了许多描写动植物的书 他有一个很好的习惯 就是边看书 边在书上做记号 而且一碰到不懂的地方 就向人请教 这正是他成功的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我们都要向达尔文学习 对 食草动物 居维叶是法国著名的动物学家 有一次 他的一个学生想跟他开一个玩笑 于是 在一个夜深人静的晚上 那个学生把自己装扮成 一头长有两个大脚 长着血盆大口的怪兽 偷偷地爬进了居维叶的房间 居维叶正在睡觉 一点儿也没有发觉 那个学生进了房间后 突然发出怪叫声 做出要吃人的样子 居维叶被吵醒了 他先是一惊 考虑要怎样才能迅速而安全地逃走 可当他借着灯光看了看那头怪兽后 突然笑了起来 说 原来是个吃草的家伙 我又何必怕你呢 说完 他又安心地去睡觉了 那个学生 只好悄悄地 退出了房间 第二天 学生忍不住问居维叶 老师 昨天晚上 你屋里没有钻进去一只怪兽吗 居维叶风趣地说 我是研究生物的 当然欢迎各种怪物到我房间里来做客 不论是白天还是黑夜 那个学生又问 你怎么一看就知道那个怪物只吃草 不会吃人呢 居维叶说 你只要仔细观察一下他的四肢 就可以判断他是不是食草动物 那个学生不好意思地说 请老师原谅 我的顽皮让您受惊了 瓣 穴 瘦 草 绿 枝 玩笑 装扮 风趣 蝴蝶花 小小蝴蝶小小花 快快乐乐来玩耍 一个开在春风里 一个飞在阳光下 两个朋友在一起 两个名字不分家 一个名叫花蝴蝶 一个名叫蝴蝶花 这期见 并且 一会 点 天 我 明天 智 中文 虽 三位 二位 本来 二位 二位 Has 三位